男子被残忍自己,而犯下刺恶毒罪行的人竟然是这两个谦谦玉女 他把自己的爱人推理清帝,只是为了受害这母亲那批可怜的赔偿金 这不仅仅是一段爱情史诗,更是一起充满悬念的真实案件 今天我将深入探索自己震动葡萄牙全国的凶杀案件 一段知名的三角恋情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陷入恋爱中,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雀弱 他们可能会将爱人理想化,忽视那些明显的问题,重拾那些不正常的行为 然而如果这份爱不被回忆,那么这份爱情可能会将他们推下深渊 几年间一个名叫多哥刚萨尔维斯的年轻人 引起被残酷和冷血伤害,震动了整个葡萄牙 两个外表鲜弱,美丽如画的年纪女孩 仅是这起凶案的执行者,我们从头开始仔细扑序这个复杂的案件 看谈这两个看似文静的女孩,是如何变成残忍的罪犯的 为何说爱者的尸体会被自己,遗弃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谨慎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被忧入致命的陷阱 多哥刚萨尔维斯 1999年7月17日,生于葡萄牙南部的度假小镇阿尔布菲拉 他是一个简单而相对平凡家庭的都生子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型纪念品店 家庭的生计直接依赖于季节和游客的数量 多哥从小就表现出了谦逊礼貌和友好的品质 他在学校表现良好,从小在计算机感兴趣 梦想之成为一名程序人 多哥是一个开放社交的年轻人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校外,他都有许多朋友 他不喜欢督处,因此总是找家人或朋友的陪伴 完成学业后,这年轻人进入了一所计算机学院 但由于教育费用相当昂贵 他还在一家快餐店兼职工作 以帮助父母并部分支付自己的学费 多哥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员工 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依赖 2017年初,刚萨维斯加遭遇了悲剧 家庭的顶梁柱,中风在未来几周都生死未卜 当他的状况稳定下来时 父亲已经处于无法治理的状态 必须要持续的医疗监护 但不幸总是成双成对 就在同时,母亲在去医院的路上被车撞飞 这场事故突然起来 造势车辆身者连刹车都没踩 就逃离了现场 重机的力量之大,以至于受害者被抛出十级迷远 头部受到开放性伤害 没有生还的机会 赵氏司机于次被激流 尽管有明显的证据 但该父男子遣了一位能干的律师 因此展开了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法律战 此时的多哥还不到18岁 就完全孤立无援 此时他的姑姑来到阿尔布菲拉 提出成为多哥的监护人 然而姑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姑姑是一个权威的女人 她强加生活规则 这让多哥非常不满 所以她成年后立刻搬离姑姑家 并在外面住了一家公寓 2018年多哥在该地区最大的旅温泉时期 她的能力受到管理层的高度评价 并很快就获得了转正的机会 多个尽着尽着的履行她的职责 并始终准备帮助他人 不久后 温泉中心来了一个新员工 名叫玛丽亚 麻洛的年轻女子多哥对她产生了兴趣 并开始了强烈的攻势 但大部分时间 玛丽亚都假装不知道的样子 养儿却乐意接受多哥的礼物 但对所有约会邀请 都以拒绝或迅速转移话题作为回应 玛丽亚比多哥年长一世 也是阿尔布菲拉的当地人 来自一个朴素的家庭 她不知道自己的生物父亲是谁 因为则她很小时父亲就离开了 玛丽亚这母亲和怪婆的养育下长大 但几年前外婆去世 母亲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需长期住在专业诊所 从小玛丽亚就明白只能靠自己 因此她努力在生活中闯出一片天地 学生时代她便开始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虽然身体强健 外表却保持细腻 高中时她开始练习绒术 并取得了蓝带 玛丽亚梦想从事执法工作 但因母亲的精神状况 所以被警察学员拒之门外 她虽然感到失落 但并未放弃 接受了特训 成为了专业的安保人员 成功加入了温泉中心的安保团队 尽管玛丽亚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更别说还要支付母亲的治疗费 但她并未绝望 对未来依然保持着论坏 并对众位的人都很狠 雅曾经在爱河中的多哥 却误解了玛丽亚的友善 是爱意的回忆 她甚至拒绝了渡成的一份优厚之位 只因不愿离开玛丽亚 她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薪水 用来购买礼物 带她去餐厅和游乐园 在外人看来 他们就像一对幸福的情侣 但在交往过程中 玛丽亚禁止多哥有进一步的关系 正如事实后来所证明的 她的保留并非因为害羞 所有的天秘语 都只是玛丽亚和她情人安娜 费斯克精心编持的欺骗王 有一天 多哥在涉江媒体上 偶然看到了一段视频 撕裂了她所有的幻想 玛丽亚与安娜的亲女画面 像一把方利的刀子 直斥她的心掌 尽管灵魂招数创伤多哥 人人不愿放弃 她还抱有一些希望 期待得玛丽亚的回应 安娜的生活同样不易 她毕业于守护理学院 并在当地一家医院担任护士 她和玛丽亚梦想着共同的未来 但现实的中央 让这个梦想看似遥不可及 然而 当多哥无意间提到自己 将会有一笔巨大的赔偿款式 他们的梦想突然被点燃 变成了绝望中的贪欲 这笔赔偿金 真是多光母亲的死亡赔偿 2020年1月 多哥再次要去玛丽亚 共进晚餐 于是烹制了晚餐 买了花 准备了礼物 但玛丽亚带来的 多仅是果汁 还有死亡的味道 在晚餐中 玛丽亚提到 也许他们的关系 可以更进一步 在那一刻 多哥真正感到了幸福 女孩行为上的突然变化 并没有让她感到紧觉 接着她倒了一杯 自己带来的果汁 敦促多哥喝完 多哥也毫不犹豫地 一干二净 却不知道果汁中 含有高级量的强小正经级 很快多多感到不适 她的头晕目绪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 她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变得非常紧张 试图拿起自己的手机 但玛丽亚一手 把手机给抢走了 说她想为多哥 跳一支烟舞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在绘制着 多哥命运的终结 束缚 尖叫 挣扎 这一切都在多哥的公寓中上演 而她的球就无人应答 玛丽亚成为了她的死神 最终一记左红 给多哥的声明划上了句号 随后不久 安娜赶到现场 他们解锁了多哥的手机 将她的赔偿金 转移到了玛丽亚的账户中 然后冷静地处理尸体 在完成了这起 精心策划的犯罪后 他们通过多哥的手机 发生了假的请假信息 这条信息 令多哥的劳官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在多哥任职期间 她是个工作狂 从未请过家 甚至连迟到都没有试过 老板试图联系多哥想了解一下 却被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一条来自多哥的短信划过屏幕 声称她暂时无法接听电话 两人还在琢磨 如何处理留下的实景 他们漫步进入了一家 喜喜喇喇的购物中心 用虫世害在那里 获取了金钱挥霍无度 建工路上 捕捉到他们的轻松身影 他们边购物边品尝美食 面带微笑的交谈 仿佛这一切都是什么我的常态 他们表现的若无其事 显然坚信自己能够毫发无神地逃跑 回到公寓后 他们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 隔断多哥的拇指椅被用来解锁他的手机 违装神他发送信息 他们还计划了一个更为邪恶的计划 要将尸体肢解并把它们分散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为此准备了大垃圾袋 用厨房的刀 将多哥的尸肢和头部肢解 他们将尸体的各个部分装进四个袋子 藏进多哥的车后备箱里 玛利亚驾驶着他的车 而安娜则紧随其后驶出城镇 来到一处孤雅将装有躯干的袋子从悬崖上扔下 又把车留在了悬崖边上 伪装称多哥是自行跳崖的假象 但他们却没注意到 实体并未沉入水底 反而卡在了悬崖底部的一个裂缝中 他们继续驾车前行 来到一个树木茂盛的胁迫 将头部跑下 又在一处小步步上扔下了受害者的四肢 而在同一天 汪泉中心的管理层向警方报告了多哥的失踪 还提到了那些从他号码发送中的诡异信息 接到报案的第二天 警方再开始了搜寻 首先被发现的是多哥的车停在悬崖边 最初的猜测是自杀 但很快 当即在下方的裂缝中发现了那个装有躯干的袋子 便通过法医分析确认了是多哥的遗体 同一天还有游客向警方报告了 发现一个装有人头的拓袋子 几天后 经过一系列涉及潜水员的广泛搜寻 找到了那些四肢 面对这样犯罪现场 人们不禁思考 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 怎么会遭受如此残忍的命运 案件的早期调查发现 多哥最近在账户中 收到了一笔来自法庭判决的赔偿金 但令您费解的事 这笔钱不翼而飞 转移到了多哥的同事玛利亚的账户上 正当玛利亚和安娜正准备逃离国家时 他们被警方逮捕 而玛利亚则处手不及 他没想到警方会如此迅速地追踪到他们 玛利亚对犯罪供认不讳 声称之所以犯下死刑冲案 是因为多哥的追求 让他无法忍受 甚至试图强迫地发生关系 他坚称是自己一人策划 并执行了这些凶案 安娜并未参与其中 但最终两人都被带回警察局接受调查 玛利亚便称是在多哥试图强奸自己 所以才意外地雷死他 但多哥的同事们坚持认为多哥并不是这样的人 此外 在受害者的血液中 检测出了高浓度的强效证经纪 这说明他在遇害时根本无法反抗 玛利亚再次企图独自承担所有责任 声称是自己知道多哥有一大笔赔偿金 所以才通下杀手 他声称在释放后也试图给多哥进行心肺复苏 而安娜则声称 他们原本只是计划了一场普通的抢劫 目标仅仅是转移多哥财产 然后逃之遥遥 但却发生了意外 在调查期间 两人一心想要在同一经营中度过这漫长的岁月 但警方又怎么会如他们所愿呢 于是把他们置于不同的拘留所 相互间所有的联系都变无情不多 审判于2020年7月开始 尽管玛利亚不断声称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首位 但调查员并不相信 因为他没有如此专业的知识完成 知识解 反而安娜却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在审判期间 案件出现了转折 玛利亚再次称所有罪行由他毅然承担 而安娜则紧紧确认了他的说辞 并坚称自己并未参与其中 安娜的行为显然让玛利亚感到心碎 一个月后 玛利亚变卦改变了开始的口供 品声称是在安娜的操控下行事 安娜才是幕后卫主 是他肢解了尸体 玛利亚表示之前的全盘承认 只是为了保护他心爱的人 然而他注意意识到他所谓的爱人 从未真心爱过他 最终反而判决玛利亚 犯有预谋谋害肢解 是抢劫和盗窃车辆的最新判处 他25年的监禁 而作为同目的安娜 这仅被判处4年监禁 而且不到一年便获得了假释 在重获自由后 安娜大胆地接手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却不知道这个决定将成为 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 采访中 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那位 曾经保护自己的爱人玛利亚 而他自己则带着得意的微笑 显得异常自傲 视频曝光后 一位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剖析 从他的手势表情到身体语言 足以诠释了欺骗的迹象 他分析认为 安娜在陶醉自己的无罪和优越感之中 这些暴露了他的狡猾且善于操纵的本性 在获释后不久 安娜竟对他曾经任职的 医院提起收送索赔道德损失费 出人意料的是 法院支撑了他的诉求 不仅恢复了他的职位 还命令医院赔偿他所要求的 4万欧元赔偿金 然而就在安娜 似乎步入了人生的春天之时 以着消息传来 玛利亚在狱中至死杀神网 留下了一张便条详细描绘了多哥死亡那一的细节 连带着牵涉了他的爱人 在此事件后 安娜竟再次被提伤日程 受害者的父亲坚决上诉 声称安娜和玛利亚同样最大恶极 最高法院在2023年6月终于做出了最弱的裁决 判定安娜有罪 最终也被判处25年监禁 且不得提前释放 从那以后 安娜和他的律师承试了两次上诉 但所有的上诉都未被受理 这个案件给我们的教训是 盲目的爱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 我想知道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